結束第一段婚姻 然後正式進到秀場表演 那這個歌舞秀場後台 這一本書是在1913年 就是剛好他秀場 學運會結束六年 今年的一百年 對,今年剛好就一百年 他在1913年的時候 把他的那些學演筆記集結成冊 然後這個也是另外一張 回到剛剛那一張 這個是他 我是沒有找到他是為了哪一個表演 他自己拍的一個來畫 不過他是一樣 他參加巡演隊伍時候 就是一個短頭髮 然後卷髮的狀態 然後他基本上都是 肉肉的一個女性 他也不去做 因為當時基本上也是從 比較崇尚 呃 瘦身啊 然後頭髮要柔順啊 那種那種審美觀 那不過他基本上是不在乎這些 他就是 他就是 他頭髮就是紅頭 然後 胖胖的 胖胖的身材這樣 這是他另外一個 他是他參加的一個巡演 表演的海報 他是他除了做貨劇跟舞蹈演出以外 他偶爾在加入一種短劇 那他們當初巡演 巡演的節目 節目安排裡面會有不同 短劇 那這個短劇可能是跟當時諷刺 當時時事 或者是什麼 什麼醜聞事件 那其實有海報 那偶爾算是這個角色 下面這一張就是他主要的表演 他主要就是做末劇演出 這一張就是 為了宣傳他末劇的一個宣傳海報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當時人這樣 當時人可以接受的一個情色標準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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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當時人最大實度大概就是這樣 表演但是不是繪畫 這是表演 對 就是他們就是用末劇 就是不 沒有沒有沒有對話 我說情色標準 情色標準 拍攝 拍攝 拍照跟 拍照跟他裸露的程度 跟在繪畫裡面表現完全之類 喔 他繪畫 然後這是一個報紙裡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是 是漫畫 是 有點是在講他 那 克萊特他有 他在紅火房中間 教育過一些東西 叫做 埃吉夢 就是他做埃吉女郎的一個 一個裝扮 然後呢 他下面這個 他老公 威利 然後是有點是在諷刺那個 他 就是 威利其實也是一個 蠻會女化熱潮的人 然後也是會跟秀場的一些 女演員 有一些 有一些 他有做一些關係 那當時的克萊特是 他會去 他會一來 居然結束這段婚 也是因為 受到 他其實是有受到打擊啊 就是像他在那一本的 葡萄捲曲的 折罩裡面 踢到踢到的 他在寫這本書寫完之後 還有寫了一本叫做 呃 與獸群的對話 呃 就是什麼 呃 我的學習這樣 其實就是在講他從婚姻中 他如果看到婚姻 婚姻去 去束縛一個女媽 因為他到時候會覺得 當時他看到的女性就是在 在婚姻的保護下 然後只能接受 男性供養這樣 沒辦法有自己的一個 呃 因為就連寫作他自己也說 就是說 他寫作不是為了文學藝術而寫 他就是為了 為了錢而寫 可是這並沒有 沒有隱藏他 隱藏掉他的一個 文學作家的一個才能 這一張 這個 左邊這個 對 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當時很有名的一個 莫居演員 由他來教導克萊特一些 莫居的一些動作 然後 他一開始最有名的一個 莫居表演是那個貓女 他扮成貓的一個 這樣做演出 然後他 克萊特發生那個 最 最 最 驚動巴黎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在秀場 某一次秀場演出的時候 就 就自然而然的 他就 他就是脫 他就裸露上半身 就露出 露出了 風雄這樣 然後 驚動 就是驚動蕩 台下觀眾 然後那一齣戲 曾經被 在巴黎被禁演 不過其他地區 曾經再繼續演 就是 他就是說他覺得 只要 只要這些些舞台裝飾 妨礙到他 那他 他沒辦法達到他要的那個表演 他就會毅然居然就是把這些束縛給 給脫掉 他就是要承 他就是要為了表演 為了達到那個表演的 那個情感 或他要的那個 那個動作 他不會 他不在乎 所以就是 他就是一個要擺脫束縛的 對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段 聲音訪問是 講到 當時有一個 有一個也是有名的一個達斯瓦演員 他接收電台訪問 就是訪問 就他看到克萊特在台上 這樣子把 把那衣脫掉的這個狀況 那他問到 就電台訪問他 當時的一個 一個驚訝的過程 這樣 然後這個演員是後來 這個達斯瓦 他當時是達斯瓦演員 後來他變成 也變成一個 蠻有名的一個 電影演員 叫做 Mohise Chauvalier 台灣不知道有沒有翻譯他的 名字 不過他曾經得過金球獎最佳 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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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過金球獎最佳 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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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終身成就獎 1960年 那他等 我等下會放一段訪談 就是在講 這 這個 他當場有肉 這個 這個 這件事 這個新聞 然後還有一段訪談 是他講 他對於那個 他們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 音樂編曲家 叫做 欸 德布希 他也是跟這些像 德布希啊 還有 馬賽 普魯斯特 這些 當時都是 當時的文壇 就是他們從一輩人 會在不同的沙龍活動 相遇 然後 或者是互相邀到家裡來做 分享呢 有什麼新的曲子啊 或者是新的詩歌 都在沙龍裡面分享 這個啊 接下來的一些相片 還有資料 是我去年到巴黎 因為這本書 後來還是有接受到 嗯 法國圖書中心的一點點資訊 這樣 去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去的 夏天去的那個過程裡面 剛好有看到那個 嗯 這個叫什麼 奧塞美術館在展 這一位 叫做 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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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他是巴黎 當時他是克萊特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主要是跳芭蕾舞的 他是芭蕾舞的 他當時稱叫做俄羅斯芭蕾舞 他當時跳這種芭蕾舞 就是來自 都有點俄羅斯芭蕾舞 然後他是在巴黎的舞蹈圈 舞蹈圈裡面還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 算是 贊助者 他是贊助一些 嗯 期刊雜誌 然後也會贊助一些舞蹈的表演 這是那個美術館 他是就是看來 他寫了一段給他的話是說 他就是跟那個美術館在一起 就是度過了很 就是這個美術館 讓他度過了很愉快的時間 時光啊 他都會一起去看那個 像是馬戲團的表演 或者是 反正就是當時很 很時髦的一些 奇觀的表演這樣 這個是 就是像什麼 上考克多阿 Maurice Chivari 還有 德布希 馬賽普斯特 這都是當時 克萊特他們 就是文學界的一些朋友 他們很常 像考克多就跟他當了 後半輩子都跟他一起當鄰居 在那個 巴黎海洋那個 巴黎那個公寓裡面 都是他的鄰居 然後 上考克多也還有 有在他其中一本書裡面寫關於 巴黎 肖像回憶錄裡面 給我寫到 克萊特跟威里 他們 曾經 在那個 冬季溜冰場裡面的一個 一個情景 然後也有畫 阿圖 然後這一張小海報是那個 嗯 那時候去到巴黎的時候 參加 看了一個 關於克萊特 因為到巴黎才發現原來 其實克萊特 的一些作品 其實都在 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還是會被 拿來 嗯 再演出阿 或再詮釋 其實他還是一直 活在 整個 整個 巴黎的那個 我們表演的劇場 不管是劇場 或者是 電影 裡面 還是會 會不時的看到他的作品 被拿來 重新詮釋 那 這是一個 一個人的表演 就是那個女演員 扮演克萊特 他去回憶 他 他 那一段 呃 曾經跟 呃 德布希阿 巴塞布希特 這些人 這些 沙爾聚會的人 一樣 聽到他們 彈的鋼琴聲啊 或者是那個 布希特 念的 某一些 詩句 那還有其他 他們當時的 這些人當時的 那些人當時的 女朋友 女伴郎 的一些 對話 那這裡有一個 小小的 小小的